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是地球上每个人共同的愿望 传统文化是什么 这个古老文明归结起来 就是两个字 孝 敬 孝 是中华文化的根 敬 是中华文化的本 孝敬 具体乐视在 孝亲 真思 作词 李宗盛 敬 和尚 一拜 这个道场 明明中也是佛菩萨安排 之前他们也没有什么议色立场 要修什么法门 但是那个佛像 装上去就是西方三圣 事先我们也不知道 来了 就是西方三圣 那我们修净土就是西方三圣 所以这个 一定是 阿弥陀佛安排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毫无疑问的 这个大家的发心 佛力都会加持 佛光铸造 佛菩萨会给我们做最好的安排 去年一年 过去 那么去年一年 我们还有很多烦恼心细 我们很多 毛病 都要改过来 希望 今年 能够改过来 所以 改过 自新 这个事 除旧 迎新的意思 我们念佛 我们念佛同修 一定要 常常提醒自己 什么是人生 第一桩大事 念佛光身 才是第一桩大事 要知道 今生 能遇到佛法 能对人生 能相信 净土方 太难 太难 佛告诉我 这是 百千万劫 难遭遇 如果这一生 不能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又继续 搞六道轮回 不知道 要多少劫 才能再遇到佛法 现在 灾难这么多 真明白了 遭遇灾难 也不怕 不但不可怕 还算换心 为什么 往生的机会 到了 这时候 放下万缘 夜行念佛 求神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决定来 借鉴我们 我们人总是 活到老 学到老 方方面面 都要学习 在学习当中 吸取经验 那么改进 我们 必定 会有进步 一个人 他 这个隧道 很晚很晚 才起来 你说他今天 这一天 他能干什么事情 好的时光 他都浪费掉了 再讲了 自己生命浪费掉了 本身小危险 信得的核心 就是孝敬 孝顺父母 风四四四四掌 我们真求 做出好榜样 人家看了感动 他会 自自然然 跟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目的就是离谷得乐 所以离谷得乐 必须先要破眉开悟 怎么样破眉呢 要先断疑深信 怎么断疑呢 要学习经教 不写啊 我们的疑始终断掉 所以要深入紧张 一生不为自己作想 这样 我们就不用操一点心 一辈子 都是佛菩萨在安排 佛菩萨在照顾 伦理 道德 因果 圣贤教育 加上宗教 爱的教育 可以帮助 每一个人 恢复 本性 本善 这是当今社会 迫切需要的 中国 有句言语说 家后万事先 这道出了 许多家庭 之所以能够 克服困难的 关键因素 就是 活血 这一份 活血的沉吟 是家庭沉吟 彼此之间 无私的爱心 这种真正的爱心 里面 有关怀 有包容 有忍耐 有牺牲奉献 这是活血的真因 圣贤人 所教的 都是他们 已经 做到的 自己 真正做到 就能 感化别人 这是 圈欲刺尽 人 不要 注重 怎么得了 注重 留下 这么好的教诲 无价之宝 能带给你 一身幸福 帮助你 避苦得落 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在 提倡 复兴中国的 传统文化 因为 中国传统文化 是爱的教育 所以 写入老人 跟大家讲 你们练佛 跟我练佛不一样 他也当时在 连世这么讲 讲了 也没有人来问 那到底 哪里 不一样 你们不问 有把握吗 那好像大家都懂了 念佛都有把握 那么下面这句话 就非常严肃 以为有把握 那是自欺欺人 我自己念佛 功夫不错 我临终 往生没问题 那么 雪如老人 讲 那是自欺欺人 自己欺骗自己 欺骗别人 实在 没把握 你们连学理都不懂 何况功夫 这个学习的道理 都还不懂 更谈不上什么功夫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流行一句话 做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最好的自己 大公不私 仁慈不爱 不负祖先 君安四位 爱尽万户 这就是最好的自己 佛法在恭敬中求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如果都没有恭敬心 那就得不到利益 所以完全在恭敬心 所以我们四中弟子 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恭敬心 这个恭敬心 也是我们在这个 做法会 这个特别要来学习 在各方面的 这个人一生行善 他的果报 借得到恶中 死的时候很不好 那什么原因呢 今生善果未熟 这一生造的这个善因 那个果报 还没成熟 这个善的种子 种下去 还没有结成果 还没成熟 但是全身造的恶因 这一生恶果 它先成熟了 那么先成熟 那就要先报了 那个 好像水果 先熟了 熟了才能吃 哪个先熟 就先吃哪一个 这个 是这个原因 念佛啊 光念起来 不要理会它 让它起来 我们只要 把这句佛号 念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 都念得清楚 那么 专注在佛号上 那光念起来 不要理会就好 也不要担心这个妄念 不要害怕这个妄念 这样练久 自然就没有忘念 练佛就是佛光的铸造 佛号不断 佛光不断 我们佛号不间断 我们就接受佛光的铸造 不间断 这个大家也要常常提起这一句 那么如果我们佛号断 忘记念佛了 佛光铸造 我们是没有断 是我们这边接受断 所以我们接受佛光铸造 就是念佛 念佛 我们当下就接受佛光铸造 实在讲 念佛当下就是佛了 就成佛了 都直接了当 这个道理啊 很多人不知道 因此啊 他不发心念佛 或者念啊 念得也没味道 念得也不起见 念得也不肯切 主要他不知道啊 这句佛号功德不可思 如果知道啊 实在讲啊 就会像海鲜牢上一样啊 一分一秒都不愿意让他痛苦 紧紧抓住这句佛号功德 对这个世界啊 你说我活耶 我活120岁 你活120年嘛 120年到还是要死啊 不要说120岁 你活一万两千岁还是要死啊 我们人的寿命最长是八万四千岁 还是要死啊 那跟极乐世界的无恙寿 他们无法相提并论的 无恙寿永远无死 寿命没有限量 无恙寿 我们要起来的世界 记住 要起来的世界 所以我们平等念头发愿 不管遇到啊 有什么灾难发生 信念经过 纵然在灾难当中 往生 往生 可以往生进口 去参加这个丧礼的人啊 大家见面啊 有说有笑的 那是不对的 人家都死人啊 你那么高兴啊 那现在人都不懂啊 见到我们 哎呀 你现在在哪里发财啊 讲的有说有笑 看场面啊 那是人家死人耶 不是参加宴会啊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要去这个 我们就 去丧礼啊 我们常常去送啊 大家也不懂啊 所以 很多同修见面啊 笑嘻嘻的 那笑嘻嘻是什么意思啊 那死得很好啊 那有的人说 哎呀 他这极乐世界不是很好吗 问题他有没有去啊 有没有去你知道吗 你看到了吗 所以我们去参加人家那个 商礼啊 我们不要在那边笑嘻嘻的 起码我们就念佛嘛 就念佛就好 不要笑嘻嘻的 这个红木 父母 父母 祖父母 这个真祖父母 过世了 每年啊 还要上坟 去扫墓 去祭拜 这是厚道的表现 这个是教育的意义 有一些人不知道这是教育 教肖 认为啊 这个人都死了 甚至死了很久了 为什么 每一年啊 还要祭拜 那祭拜呢 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 也有人讲啊 这个 赛生啊 来奉养父母 一个很简单的食物 比如说 很简单的饭菜 比死去之后 你供养他很多 批鸭 鱼肉 大餐啊 还要来得实际 这个话也没有错 再生啊 奉养 这个是最重要 但是父母过世之后 祭祭最重要 撒净啊 我们也要了解它的意义 顾名思义啊 撒是撒扫 那我们地 脏啊 给它撒扫 干净 把这个衣服 脏的洗干净 这个房屋里面 脏的洗刷干净 就是把环境 给它整理 整齐干净 那么在这个 环境里面啊 修我们的清净心 这个心啊 如果有受到污染 我们要给它洗刷干净 日本人啊 对这个最重视 对伦理最重视 还有情书制药 日本都是日本 流传到日本 再传回来中国的 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啊 要特别的重视啊 这个来学习啊 这个非常重要啊 我们如果不学啊 实在讲啊 我们练佛往生 实在啊 都没把握了 这个我是 我个人的经验 没有把握啊 我们练佛啊 我们练佛啊 也要希望啊 我们要警惕啊 我们还没有消息 只是口中念 心没有念 这个都在伦理讲记里面 如果我们一个人啊 做人忘本啊 那就不如一只狐狸啦 在伦理讲记啊 写如老人讲啊 府里啊 到外地去找食物 死在外头啦 他那个头啊 还朝着他 住的那个朝线 他那个头一定朝那个朝线 那这是什么 啊 府里是畜生啊 他都没有忘本 那么我们人如果忘本啊 那就不如畜生啊 不如那只府里啦 那么我们人心 如果没有道德仁啊 只是在意上面去发展 人心不好 那发展出来啊 都会害人的 那人没有仁慈心啊 自私自利 那科技越发展啊 我们就越危险 只要得到利益 那不择手段 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所以要有道德仁啊 这个意义 它才会往好的方面发展 老祖宗 佛菩萨 教我们 忍让 这有 无穷的 乐趣 在里头 没人知道 你能一教奉行 你就能尝到 你就能让 才能跟一切众生 活目相处 你不能让 那个活目 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一定要能够 忍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N du 打赏 听话 进中学会 教学未协 不过有你 三世西年 光路道场 流通失望 一切把悟 同心同相 祝道听我们老上讲经 是59岁 那一年在台北连有练佛团 练佛团开始听经 今年69 是50年 所以今年在 跟我们老上在澳洲 三月份在那边碰面 也是庆祝我们老上 红法60周年 也办了一个活动 要悟到上台讲话 那么第一句话呢 我说师父红法60年 我听法50年 时间过得很快 那么华藏成立也30周年 这个成盟 大家发心的负责 所以我们能够 为佛教 为敬忠 还有我们中华传统化 列尽莲博之力 这个也不敢说 有什么大的贡献 什么时候列尽莲博之力 这时候是得利于大家发心 长期的负责 大家的互动 那么我们才能够 今天继续来推动 来弘扬佛法 还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这个都是得利于大家的付出 才有这个动力 非常感恩大家 那么我们往后啊 这个还是要 请大家发心来付出 Zither Harp 这个因果律 它是在宇宙间自然的规律 不是谁定的 不是宗教师教条 谁定的 规定这个 没有规定这个就没罪 你有没有定 你只要犯了那个 就有月报 这个叫因果律 因果律是 以前有人讲 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实在讲 不见得平等 法律之前 不见得人人都平等 但是在因果律之前 是人人平等 那是真的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 时间一到你就报 谁都逃不了 那么我们写佛 要报恩 实在讲 要怎么报 无法报答 只有自己依教奉行 念佛求生净土 自己赶快成佛 再去度众生 那这个是 才是真实的报恩 那我们自己 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呢 正常的人标准在哪里呢 是你要懂得 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我们敬老和尚这些年提倡的三个根 儒家的弟子规 道家的太善感应篇 佛家的十善业道经 那这三个根 就是做人的根本 做人的标准 那违背这个 那就不是正常的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畏輿 真心是佛 梦忘行是凡佛 梦忘行 或妻心都念 这是凡佛心 梦忘心 真心没有东西 你佛都没有 要不要念佛 有念佛 要不要诀着佛性 不需要 念佛仁念自己的心 义务工作 做义工 没有薪水 没有薪水 我们也要跟 有薪水是同样的 同样我们要把那个事情做好 功德才圆满 所以这个 态度上非常重要 不能说我是义务的 我没有赚你的钱 马马乎乎做就好了 那这个功德就不圆满 这个态度也不是不对的 既然发心就要把它做好 这才是正确的 所以大家的发心 也功不堂奸 也必定得 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 业障消除不会增长 这个是必然的 既然发现 是因耐心所变现 而信念阿弥陀佛 是所有想念中 最好的 最善的念头 因为那种故事啊 你一个临时台会啊 要拜三年了 现在的一次 哎呀恨不得赶快 连他那种 亲个单单亲近 你说那个对父母 那一种磕薄 死了都还没有一个礼拜啊 就把他清光光 他的孝心在哪里 不理那个动物 所以地主各位讲 这个亲人 故女亲太子的外 爱情的三月 你知道吗 怎么 怎么 他唱得干干净净好 他跟他关系都没有 这个人心怎么会归后 人心归后会怎么样 他会很刻薄 对自己都很刻薄 对别人会很好吗 不会的 所以天下都大乱了 灾难就来了 就是这个道理 制作人 Zither Harp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 就像道家的太善感应篇 开宗明义第一句话 就给我们讲 货福无门为人制造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灾祸 福报没有门路 都是自己找来的 自己赶招来的 善赶招福报 恶赶招灾祸 那么贪嗔就造恶业 是感召这个灾难的因素 导致灾难的因素 英国汉学院 纪念大臣至圣先师孔子 2569周年 是殿典礼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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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甚至有人看到这个出家人 他觉得很不吉利 哪家人又有人死 他觉得很不吉利 这些都是很大的误解 基本上这个误解 对超度两个字 这两个字 他都不懂他的意思 超是怎么解释 度又是怎么解释 这两个字 这个超 简单讲 超生了 超业提升了 度就是帮助了 协助帮助 好像我们要过河 你要做渡船 以前这个船叫渡轮 三点水 再一个渡 渡轮渡船 没有这个船 我们就渡不过去 我们就不能从此岸到达彼岸 靠这个船把我们渡过去 所以超度 就是超生 帮助 这个亡灵 他的灵性能够提升了 能够超业 我们就不能从此岸到达彼岸 针天老人也 幸福在眼下 孔子 如同一位 无限里 智慧的老人 在面前 为我们带路 那么智慧啊 在佛门经典讲的叫波勒 所以学佛啊 主要学波勒 开启波勒智慧 我们有了波勒智慧 所有的问题 都能解决 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 是生死 生死的问题 都能解决了 那其他的问题 哪有不能解决的 是生死的问题 是生死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幸先祖追思祭典 这个活动能够得到教科文组织的支持 相信所有人类族群的祖先们都会感到无比的欢喜 中国古人知道 当一个人对于父母的敬爱之心达到成熟 升华拓展开来 这个人就能够用一颗真诚的爱心去关怀全天下的百姓 能以自己的孝德去感化 慈慌人民 让人人都懂得孝亲 且能彼此和睦相处 相互关怀 这就是和谐大同的世界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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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失去人生 要再得到人生 那就更难了 佛在经上也有个比喻 盲规浮沫 西迷穿针 爪上土 这些比喻 这是比喻 我们人一失去人生 要再得到人生 机会 很少 得到人生的机会 很少 失去人生的机会 很多 时间很长 得到人生的 时间 很短暂 所以才讲 人生难得 那么得到人生 要闻到佛法 那就更难 在无量寿经讲 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能够闻到佛法 那真是佛法难闻 那么能够遇善之事 那就更难了 很多人闻到佛法 但没有遇到善之事 不得其门而入 修行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修了一辈子 还是烦恼一大堆 这个就说明 我们没有进步 没有提升 甚至还退步 这个也就是 没有遇到善之事 那么我们具体的 一个做法 一个行动 一个动作 也是 代表他 敬意的一个表现 共佛也是一样的 关键就是 我们对佛没有共建 佛不会去怪我们 他也不会处罚我们 主要是我们 这个 得不到福报 我们正在做这个法事的时候 在劝导亡灵的当下 同时也是欠我自己 所以这个法事叫 明阳两立 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 那这个就是 跟我们修净土中有关的 因为这个法事 主要是 劝人 劝导亡灵 信愿念佛求生经 那我们修净土法门 就是 信愿念佛求生经 我们目的就是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移民到极乐世界 那当然我们修学净土法门 也要欠导我们自己的 父母家属 亲戚朋友 跟我们有缘的人 我们也希望 他们都能够 信念念佛求生经 因为 求生西方净土 一生他就做佛了 超越生死轮回了 台湾年收 贾规计爱拜求他 所有61岁又回到高雄市 为高雄市来努力 这个也是今天祭祖 最只要 一定要饮水湿盐 这个明年 如果师父再到高雄市来 市长一定要在这里当祖祭 这个如果你没有要求 我也会要求 这个中翁博士讲 这个 念佛祭从心出 节夜祈祖外来 念佛从我们心里念出来的 这个节夜也不是从外面 也是我们心 刹那 没有念佛 那就是节夜之所 所以我们还是 时时刻刻 要提起这一句佛号 放在心里 做事讲话默念 这个我们共修大家都可以大声念 所以大家不忘念佛 佛号不断 佛光不断 实际上念佛号 在我们平常 也是要念念佛号 这个行著作后念念 佛号念佛号 这个事物非常重要的 特别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不能忘记念佛 在深烦恼的时候 遇到一些意见时 也不能忘记念佛 在痛苦的时候 也不能忘记念佛 那么在种种 这个孔气种种的一些禁言里面 也不能忘记念佛 所以我们现在念佛是第六意识念 那么希望 这个第六意识的念佛 佛号不断输入 第八阿人的事 输入第八世 让这个第八世 都是佛 然后我们的病床 这个第八世 世纪就是阿弥陀佛 这样就跟阿弥陀佛感应 佛光 接引我们往前希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